那很開心各位能夠呼奉來參加我們彩虹琴的第二屆第四次的會員大會 那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彩虹琴協會呢 我們都是在從事一些身心障礙服務 陪伴的工作 那其實我們在照會手冊裡面應該大約都看得到 我們的願景呢是在營造一個預防失覺失早的時代 最主要的宗旨在助人服務愛心奉獻 我想能夠加入我們彩虹琴協會的每一位會員朋友們 像體力都是有具備這些條件的 那我們的任務呢就是關懷一半 加一些社區的保釋 那還有一些家屬呢 還有其實當我們家庭中有遇到身心在內的話 那家屬的陪伴 家屬的心理上的引導治療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其實我們在一點一整年度也辦了很多的講座 很多像是關懷 社區關懷的工作 還有一些像是說心靈講座 那原液的治療其實我們彩虹琴卓在這方面也非常的用心 只要針對我們能夠給身心在內者最好每一個服務 那我們理事長就一定會想辦法去完成 那也需要財虹琴公益協會也需要大家的勤力幫忙 那至於我們需要一些像職工 那如果說我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如果說沒有時間沒有辦法服務也沒有關係也要拜託 因為我們其實經費在身心在內這一塊的服務 經費的開銷需要大家的幫忙捐款 讓大家能夠說跟青鴻好友的一居 能夠告知有這一個單位專門是在服務身心障礙 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一個社會的工作 所以需要你我共同一起來維持我要拜託大家謝謝 謝謝